明天会 刘洛华 杨生 粤为苹炕在时光队 目标是指导的 各位媒体诚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谢大家 大家参加 大家在下回记者会 今天呢 共和就是 針對世界衛生組織 將台灣定位為中國的一省 在這個之下我們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這件事情要發表這個講話 昆菲在這裡鄭仲要求衛生署長邱文達 應該拒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以表達我們強烈的抗議 因為世界衛生大會 我們去了只是當觀眾 我們是觀察員 我們不是會員國 後繼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嚴重的損害台灣國家的 所以各位在這裡要呼籲馬政府 應該有骨氣 不要做賣國賊 應該拒絕指派各員參加 台灣要參加國際衛生事務 重點是在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WHO 這才真正享有權利以義務的關係 你才加入全球的防疫系統 你才有辦法來確保台灣的安全 同時進一步呢 對世界做出貢獻 對全球做出貢獻 但是馬正如根本沒有能力參加 這個WHO世界衛生組織 所以只能夠拿參加WHO來欺騙台灣人民 WHO呢 只是WHO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聯會 叫世界衛生大會 是邀請一些觀眾參加 我們又不是會員 只是去當觀眾 卻被馬英九拿來當作是 我們參與國際衛生事務的這樣一個樣板 現在真相已經大白 那就是緊緊去參加WHO當觀眾 就要付出成為中國一省這樣的一個代價 這樣的一個慘重的代價 馬英九常常在問 我哪裏賣台 昆輝要在這裡很明確地回答 這就是賣台 馬英九常常拿兩岸關係和緩 兩岸關係改善 作為他的一個最重大的 最偉大的一個政績 那現在我們全民都知道了 兩岸關係的和緩 其實就是投降的代名詞嘛 自從 從這個自己稱馬先生 讓台灣降格為台灣地區 兩岸之行沒有爭取到遠遠點 遠遠權 成為一個國內縣 跟中國簽署 類似地位等於香港跟澳門的EGFA 凡事等等都是向中國投降的行為嘛 兩岸關係當然表面上會好啦 所以昆輝在這裡要更具體的主持 其實實質上這就是一個想敵的行為 就向敵人投降的行為 但是 這個對內部啊 卻還要欺騙台灣人民 還有外交部的這個次長啊 還大言不慘啊 將這一種投降看作是外交的勝利 拿參與WHA 將沒有權利義務 關係的行為來欺騙台灣人 昆輝在去年四月 就已經 在記者會我就說過 參加WHA 是馬政府啦 跟中國密商同意的情形下 以台灣 作為中國的一省來交換 現在果然是證實啦 我去年四月我就講啦 世界衛生組織密室處跟中國簽了備忘錄 就是台灣 要參加 這個是世界衛生組織 那 這個是 就是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原則下才能夠去的 那麼 這個 以前要參加WHA 中國都反對到底 為什麼 這個馬政府上台 那麼積極跟他們交涉密商來以後 就同意了呢 就是 這個已經非常清楚了 這個真相已經大白了 所以 所以 在這裡要求馬政府立即 停止指派 衛生署長邱文達 去參加WHA世界衛生大會 因為 如果去參加WHA 就等於是 默認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所以 在這裡 堅決地反對 去參加 這樣沒有實質利益 的會議 但是要付出這麼慘重 代價的 這樣的一個會議 所以 最後 還要非常明確地說 是我們參加WHA 台灣是 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嗎 所以世界上有疫情 台灣還是不會被告知的 不參加 不會有什麼損失的 但是去參加 卻要付出 這個是台灣 要被迫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這樣一個主權 這個流失 槍害我們的主權自身解決的 這樣一個慘重的代價 我以上報告完畢 不曉得各位 媒體朋友 各位記者先生 有沒有什麼 這個要指教 或是要 我進一步說明有沒有 在這裡我要補充一句 有 有人說是 你去參加 但是 做事上擺一個 under protest 就是在抗議中 這個有用嗎 今年擺 它離你嗎 明年 你要不要擺 這個代表說 你來順受嘛 做做樣子 我們在抗議 事實上 這個 這個 所有這個 這個 南亞洲會員國 都把你看做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這滑得來嗎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